沒有反應 是這麼決定的 全場鼓掌通過 主席與工作團隊熱情擁抱 聯合國第28次氣候變化大會在杜拜 決議文首度提及 化石燃料轉型 要過渡到可再生能源 這是近30年來 大會加速氣候行動 終於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如果不是 你們的集團努力 我們不會成功得到 這個歷史的成功 你把自己的主意 放在自己的主意 我們有一個基礎 讓變化的改變 是嗎 是的 是的 雖然大會決議文 沒有使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 明確字眼 讓外界大失所望 也繼續保住了 美國及中東 主要產油國的商業利益 但歐盟執委會主席認為 COP28已經達成歷史性任務 我認為這個 是一個階段 global 轉移動 為了第一次 這個世界 決定要離開 從燃料 為了第一次 有一個負責 和損壞 為支援 支援 最困難的國家 所以 這個 有機會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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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看到的文章 我們有點驚訝 他們放了 氧油 但忘了放了 成功 成功 而且 只有 氧油 沒有其他 氧油 像油 和油 決議文出爐 幾家歡樂 幾家愁 明年COP29大會 將在亞賽拜然舉行 期待加速氣候行動 能有更多突破 大愛新聞 吳貴珍編譯